今天和大家分享 一个人的好运气不是天生的 而是靠自己去激活的 不懂得激活的人 哪怕就是锦里上身 也帮不了你 所以今天教大家 三个激活自己好运的小动作 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倒霉 那你赶紧照着做 从明天开始 你就会好运连年 第一 不要哀声叹气 祖宗说过 一叹穷三年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不顺 所以叹气 因为叹气 所以丧气 因为丧气 所以放弃 到最后就会更加不顺 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你的负能量 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最后 那些积极向上的人 都会远离你 违米不振的人 都会靠近你 你说你能好吗 第二 嘴巴要多说好话 贫贱之人 必有贫贱之心和贫贱之嘴 你的嘴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富贵的人有富贵的心 就有富贵的嘴 心里想什么 嘴上说什么 嘴上说什么 就会吸引什么 所以 从今天开始 大家要把很好这两个词挂在嘴边 多肯定自己 多赞美别人 你的境遇 自然就会越来越顺 第三 脸上要常带喜气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爱笑的人就算是做错了 别人也不忍心责怪 脸就是你内心的反射区 爱笑的人心胸宽广 不拘小节 让人感觉相处起来 没有什么压力 自然而然的 就想要靠近了 所以各位对照一下自己 这三点大家做到了几个 感谢观看